历时超过6年 五粮液诉甘肃冰河食品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案最终胜诉 近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 冰河集团生产销售 酒粮液酒粮春等产品的行为 被认定侵犯了五粮液 对五粮液五粮春所享有的商标专用权 冰河集团需向五粮液赔偿经济损失900万元 冰河集团还被判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标有酒粮春酒粮液文字 或突出标有酒粮春酒粮液文字的白酒商品 五粮液与冰河集团间的商标权纠纷 源于多年前 2010年五粮液发现市场上出现了 诸多N粮液棒名牌产品 其中甘肃冰河集团的酒粮液酒粮春产品 销量较大 2013年3月北京一中院受离酒粮液酒粮春案件 2014年1月北京一中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决认定冰河集团生产销售酒粮液酒粮春酒产品的行为 不侵害五粮液五粮春商标权 五粮液再次上诉后 直到今年5月底 最高法做出了认定酒粮液酒粮春侵权的再审判决 最高法审理后认为 冰河集团在产品平体及外包装上 突出使用酒粮液酒粮春等商标字样 特别是叶春等字的书写方式 与五粮液公司的产品较为相似 这反映出冰河集团比较明显借用他人商标商誉的主观意图 因此冰河集团生产销售倍速侵权商品的行为 构成对五粮液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